来看到台南这一家生意不错的海产店 却突然挂起了红布条 说要停业 原来原因是这个房东突然告知 要他们退租 原因是他的餐厅杀生 害房东生了一场大病 消费者得知之后 纷纷感到不可思议 直呼这老板实在太倒霉了吧 海产店生意新龙 在父亲节时店内坐无虚席 时间才不过短短两个多月 老板却突然宣布停业 店门口挂上红布条 因为房东信了佛教 教友说他租了杀生业 才会生了场大病 差点害死他 房东不租了 老板也只能接受 台南这家海产店 网路评价高达四点八颗星 主打活跳跳的生猛海鲜 食材新鲜 价格公道 获得消费者不错的评价 老主顾都知道 业者好不容易挺过疫情的艰困期 生意逐渐步上轨道 却再度遇上打击 因为房东的宗教信仰 导致海产店收摊 业者把所有设备二手售出 减少损失 至于这间店面 未来会做什么生意 令人好奇 开服饰店啊 或者是那种首饰啊 我觉得他如果不租给海产业 他可以租给我啊 因为我推广大吃素 记者姚文华 谈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晚点栏目 汗